吉安乡在地企业新月建设和乡公所联合举办冬令生活物资的发放活动 500包总共2500公斤百米分送给境内中低收入户、单亲家庭还有急难救助个案 乡长游淑珍很感谢企业回馈 也强调乡公所乐意提供平台转介来自民间的爱心 让弱势民众可以受到关怀 吉安在地企业新月建设在农历新年前夕和乡公所合作举办冬令生活物资发放活动 希望可以善尽企业回馈乡里关怀弱势的精神 各位大家好我们是新月建设 那我们其实是花莲在地的一个建商 但其实在每年我们都会准备这个挖毫米500份 那在这个吉安乡公所这边发放 那也是希望说在过年前能够帮助到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这样子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颁发感谢John感谢企业的用心 他也强调乡公所乐意提供平台 整合来自各界的爱心捐款和物资 把资源奔送到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当中 新月建设公司这次捐出了500包 总共是2500公斤的白米 奔送给吉安乡境内中低收入户 单亲家庭还有急难救助个案 希望可以让弱势民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谢旅会居然相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